我們今天很開心邀請到竹地樂厚蛋燒的老闆曾亮澄 亮澄來到現場接受我們的人物專訪 歡迎亮澄 妳好 妳好 那我這邊想請問一下亮澄 當時是什麼樣的一個起心動念 讓你決定創立了厚蛋燒這個品牌呢 因為自己在餐業也做很久了 就大概日料大概大概8年 6到8年我忘記了 然後日還有一些早午餐啊兩年 然後義大利麵帶了大概義式餐廳 也是差不多待兩年多 那變成是當你自己住的時候 就想自己出來創業看看試看看 然後試著試著就好像有做出一點口碑 所以才覺得會這樣做人 嗯了解就像你說的就是一直以來就是都接觸在餐飲業 但是從員工的身份或者是服務的身份轉換成創業者 甚至是老闆 還有是一個不一樣的過程 對 那我這邊想請問一下亮澄 為什麼當時會決定取名就是厚蛋燒這個名字呢 厚蛋燒這個名字其實就是現在的日本的預子上 就是說 當你有一個特殊的名字在的時候 像你叫做什麼是厚蛋燒就過來問一下 或是來看就覺得會好奇嘛 你第一步就先成功了嘛 你先吸引客人過來 對 對對對 所以才取名叫厚蛋燒這個名字 了解 那我也想問一下亮澄就是 畢竟我們剛剛提到 從原本是員工服務的性質轉成創業者 自己開始當老闆 其實這個過程有很多需要我們要去轉換的 甚至要去調整跟遇到的一些事情 那在這個階段有沒有讓你覺得比較艱難 或者是需要去克服的地方呢 艱難的點是你必須得比別人更努力 對 不是說現在是你是員工要跳成當老闆的時候 那個心情轉換要非常重要 就是你的心理的建設要很強大 然後你會遇到一些挫折的話 你要自己去克服 是 因為你是現在自己當老闆沒有人可以幫我 對 對對對 等於所有事情都是要一體來講 對都自己做 那在這個過程中有沒有遇到說 讓你覺得印象深刻的比較事件 或者是說狀況呢 事件的話就是 中間經營的時候第一年有碰到一個客人 然後他突然就掏了一千塊出來 然後說可以幫我 給那些街友去就是發放一餐廳給他們吃 對 對就是有被他感動到 就說你怎麼知道我後面要幹嘛 是 就是因為我是覺得說今天是要取之於民 又至於民這個概念 是從我學生時代就有這個概念 就是老師那邊有去教導說 我們現在這樣做的話就是以後要這樣子 對對對 所以那個時候有這樣子的一個契機 讓你做了這件事情 對 那那個時候你運用這一個契機 包含你自己想做嘛 所以這樣子的事情大概是做了多久 或者是你當時是怎麼樣去調配你的時間 跟安排這樣子 調配了多久 就是從那時候開始要發放餐點之後 其實第一年嘛 我現在是第六年 其實在中間是一直有在路律去發放這些餐點 是 那要如果去發放就是說 我會去在下班後 用一些手段時間去送這些 或是多做一些 嗯 然後去發送給像是台中火車載那些的遊民 嗯 對我去篩檢說 真的適合 真的需要的那一種遊民 對對對 甚至去就像你說的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那我把利用這樣子的一份心意去給更多需要的人 對我就是說以傳遞說 傳遞愛 傳遞愛傳播愛的意思 對 就是我去發文 就是說去記錄 然後讓他們去 被這一份去感染到說我們現在社會是有溫暖的 嗯 你跟理念 是希望給你的顧客的那種 目前的話就是以 我會一直教導員說我們就是以品質 為主 然後衛生 嗯 品質衛生 所以說會有 你們會看過很多攤販 對 應該很少看到說我們也在噴酒精 嗯 對之後我們說你們 找完錢 然後幹嘛有摸到其他東西就是噴酒精 嗯 對我說至少說你沒有空氣洗澡至少 我們有些基本的消毒嘛 對 就是讓顧客先有建立一個幸運跟安心 嗯 對 了解 就是至少我們先把一些流程 或者是說一些應注意的地方 我們最先替顧客所想到這樣子 那就像剛剛亮澄所說的 他雖然原生就是像玉脂燒這樣 但我們也知道其實你透過後蛋燒這個品牌 也讓他產生了不一樣的口感甚至感受 那也想請亮澄分享一下 你目前來講 假設我今天是初次大米門店的一個顧客 你會比較主力推薦我拿幾個 是你覺得必買必吃的口味 或者是餐點 嗯 大部分來店都會先點的 我會先說 他們會說你們知道來是什麼 我就說柳葉宇軟 因為就是在網路上面就是 不管是部落客啊 IG那邊 他們PO出來都是以柳葉宇軟的這個餐點為主 然後再來是大阪燒口味 嗯 對對對 嗯 這兩個口味就是會比較 色澤比較跳然後料比較豐富這樣 是 那跟一般其他口味的差異性 你覺得是什麼會讓更多人會 包含部落客是更優先選擇他們的呢 口味或者是口感之類的 口味口感 因為我這邊會屬於是沙拉類型的餐點 嗯 那像剛剛講到的那個柳葉宇軟的部分 會先用宇軟 特製的宇軟的沙拉醬去 炙燒過後 它會逼住它本身的香味 而且它製造過程會 它的小顆粒會爆 所以比較有畫面感 然後再鋪一層魚卵這樣子 那它的就是口感上會比較特別一點 是你適合到沙拉的那種 那種香氣 跟它本身魚卵單一魚卵的鹹味 嗯 然後大阪燒口味的話 它就會放比較多料 會堆的跟那個一個小山一樣 嗯 然後放高麗菜啊 玉米沙拉 柴魚片海苔石 嗯 對 了解 就是讓它保留原本大阪燒的一些風味 但是吃起來口感 它又跟玉子燒是雷同的 相同的這樣子 那我也想請問一下亮澄 因為就像我們講的 品牌已經到第六年了 那在這個過程中 你也研發出很多不一樣的口感跟口味 讓顧客有不一樣的享受 那對於說品牌的一個未來的短中長期規劃 你是怎麼樣的去看 甚至想要分享給你的潛在顧客 或者是支持你很久的顧客呢 短期部分是要去拓展自己品牌的店面 店數 所以要去 你要自己去設立一套自己的SOP 像是攤車設計 然後場地配置 流程規劃 跟教育訓練之類的 都要有一個完整的SOP 它可以去複製你成功的經驗給下一個 認可你這個品牌的加盟商 或是紙銀商也好這樣子 是了解 然後中期的部分是 當你的電數有到了一定的數量的時候 再去做往後面這個階段中期規劃的話 我這部分是因為我的電數 假如已經出來之後 一樣會一直持續做初期的一些 加盟的電數 再來是會去參展像百過夜 或是像是一些酒竹 像是櫻花季檔期 就是日本展期 嗯 對 然後去做到一個品牌的再次曝光度 嗯 了解 然後後期的部分會去尋找 跟日式有相關的店家或是談判 去做一個品牌的結合 因為現在的人就是要走一個團體的部分 不是走到哪兒獨鬥 嗯 所以說我們去當把這些 跟你有相同理念的老闆一起去串聯之後 我們的資源是共享的 可以去做一些像是人意調度啊 那我們用的用物料其實會有很多是重疊的 那我們可以用那個量去跟廠商去談價錢 嗯 對 然後一些當這些廠商就是我們這些的 各品牌結合之後可能會去 結合起來去某個地方 或者說一起去創立另外一個公司一個架構出來 嗯 就有點形成一個生態圈的 對生態圈的部分 那也讓就是喜愛日式甜點也好 或者是口味或者是不一樣的餐點也好的人 他只要來到你們這裡 其實他的選擇就多了很多樣 對 甚至會有一點流連忘懷一樣 就是我覺得在這邊就是跟別人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樣子 嗯 那我也想請亮澄分享一下 我們都知道接下來你的一個短中期規劃 其實是很完整的 那對於說未來想要投入餐飲業 或者是想要投入日式餐點料理的這些創業者或年輕人 你想要給他一些什麼樣的建議跟方向呢 建議的話是你必須要有非常強大的心理建設 跟你自己的一個一個確定的方向 你去做這件事情 才能去用你最初的初衷去完成你後面要做這些事情 都是從中做做中學 嗯 對那 你必須要有一個跳脫的心理是從 從你是員工 聘請的員工到一個轉成自己當老闆的時候 嗯 什麼事情都要你自己來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去解決去面對 嗯 當你生意不好的時候 你是不是得做一些配套措施 嗯 就是我會跟他講說 你一定都要一個Plan B出來 對 對你不能說你自己來 你沒有後路啊 嗯 所以說你一定要先想好你自己的Plan B 嗯 甚至一些規劃跟方向 對對對 那如果說請亮澄呢 簡單用一句話來分享給這些 未來想要投入參與業的創業者的話 你會有一個什麼樣的作用 或者是你常說的一句話分享給他們 人生的風險就是不冒險 對對對 最大的風險是不冒險 對 等於這個過程其實停滯就是另外一種 退步的概念 沒錯 那我們今天其實也很開心邀請到 我們的亮澄 就是竹地樂後單燒的老闆 亮澄來到現場接受我們的人物專訪 也分享了很多他的理念 跟接下來的一個規劃 所以呢如果有需要做一些長期合作 甚至有喜歡日式點心料理的人 都可以在跟我們的亮澄做聯繫 歡迎 今天也很開心的邀請到你來現場 接受我們的專訪 謝謝亮澄 謝謝 謝謝 謝謝